许多从事国际贸易的中国公司 都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著名品牌 将业务拓展到海外 是许多中国公司的战略或是梦想 公司最重要同时也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 便是商标 如果你不对自己的商标 和竞争对手的商标进行监测 会导致第三人的抢注 影响目标国的市场准入 还有可能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进行商标维权 我们在实践当中 一般会建议企业客户 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 先对这个市场的商标注册制度 以及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在先商标进行调研 避免使用与在先商标 比较近似或者甚至相同的商标 TM Wheel和TM Glass 使你能一站式进行所有相关搜索 他们可以用作申请前预先查验以及注册后监控 可咨询近4000万条商标申请与注册商标信息 信息来源包括欧盟成员国 欧盟知识产权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美国专利商标局 韩国知识产权局 日本专利局等参与知识产权局 一旦现有商标或新商标 在开展业务的目标国家成功注册 商标在这些地域的相关机构的现行规则 与惯例下受到保护 商标注册后 权利人并不能一劳永逸 注册后商标使用过程中 将成为潜在竞争者的关注对象 他们可能在未注册商标区域进行使用 有可能在未销售自己产品的国家 出现相同或十分相似的商标 在知识产权局提出注册申请或注册 PM-Wheel是提供支持的完美工具 监索相同或类似的商标申请 监控可能侵犯几方商标权的申请 根据设置 对潜在侵权变更进行提示 及时对威胁做出反应 TM-Wheel的信息工具十分先进 基于网络实时更新完全免费 使得上述这一切的实现都成为可能 如果你怀疑有人已经在一个 你尚未进入的市场 注册了相同商标 可以通过TM-Wheel进行查询 在系统内输入该商标以知识产权局作为筛选条件 系统便会显示注册这一商标的知识产权局 点击结果左侧的复选框 便能将结果导出 并下载为Excel文件 点击商标名称与商标编号 便能获得相应商标的详细信息 由于数据定期更新 将光标置于知识产权局名称之上 便能看到更新的日期 PM-Wheel能够帮你发现竞争者 是否在注册的国家提出商标申请 通过高级搜索功能 你能够选择商标状态与申请日期 从而获得特定一段时期内 已提出申请的商标清单 有些知识产权局对商标申请规定了异议期 通过折叠或展开相应栏目 便能获得相应信息 你打算在异议期内 对商标申请提出异议 但有些知识产权局未设异议期 展开栏目即可查看 该等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信息 随着海外业务的拓展 与品牌知名度的提高 商标权力被侵犯的可能性 也相应增加 你可能会觉得 有必要建立起常规监控机制 以应对可能的威胁 利用TMView工具 能够依据自己的需要设定提醒 当商标的状态 申请人姓名或意状况发生变化时 你将收到电子邮件通知 在海外注册商标的时候 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 比如说TMView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 它是欧盟开发的这样一个 我作为一个商标的从业人员 经常使用这个 它的主要好处就是 可以事先在通过TMView来查询一下 这个商标有没有在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注册了 那么就给你一个查询检索 另外呢还有一个 就是说它可以对你当前的这个商标的状况 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 在商标局自己进行完了刑事审查之后 会有一个异议公告期 在中国来说 这个公告期是大概三月的时间 在这个公告期内 第三人如果认为自己的在先权利 因为这枚申请商标而受到侵犯 那么它可以在合理的时间之内 向商标局提交异议申请 去质疑这枚商标是否能获得注册 在欧盟层面以及欧盟各个成员国 包括世界的其他各个商标注册制度下 权利人都可以对于恶意注册的商标 提起意义申请 TM Glass和TM Wheel完全免费 简单易用且吸尘24小时开放 在新服务免费提供 避免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局数据库的高昂查询费用 最重要的是 在申请商标注册之前 能够利用这项服务进行免费预先查验 预先查验有助于节约时间与精力 避免申请过程不必要的耽误 欧盟知识产权局在线知识产权服务 支持启动或申请任何商标防御程序 这不仅包括提出异议 还包括在未能防止竞争恶意注册 几方商标的情形下 商标注册之后的撤销申请与无效申请 同时也可以向欧盟知识产权局 复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 一旦发现意义商标 你有多种选择来进行处理 除提出异议 申请撤销等传统程序外 TMVIL提供的信息 可使您能够更好的确切恰当的行动 如调节 诉讼或和解等 此外 使用TMVIL还能降低律师费用 提高律师服务效率 这些工具能帮助各位 为进入国外市场做好准备 且商标一旦成功注册 它们将成为重要资源 使用户能够进行出发前准备 与律师一起打造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战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